刚才在您出场前呢 我给大家介绍您有好多身份 您看您是拍了近50部电视剧的导演 您又是文化公司的管理者 您还是很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等等吧 好多好多 还有什么这个理事那个主席 这个委员等等啊 我想问的是 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 您最喜欢哪个角色 导演 导演 我就是个干导演 真的 您说的是真话 对 这是真的 那为什么那么钟情于导演这样一个职务呢 因为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个职务 是这个一生无悔的一个职业 因为导演 他是把对生活的认识 对一个故事的描述 最后形成一个真实的氛围 让观众跟你一起感受 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人生 一个导演可以有几十个人生 而且不仅是几十个人生 一个人只能是一种性格 一个导演可以接触几十种性格 这是很有意思 很挑战的一个职业 我听明白了 尤角刚导演比较喜欢分裂的那种 分裂的集中 应该是把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性格命运都集中在一起 而且每一部戏它实际上内容也不一样 但是每一部戏就会有一种新的追求 有一种新的感动 尤角正在筹备一部非常有意思的 相信将来一定会很火爆的电视剧 叫神音反恐特战队 对 刚刚开机 还没开机 还是刚开机 刚开机 您接下来 给大家说说这部戏 你比如说这部戏 拍完以后 要希望大家能看 这部戏好在哪里 您觉得这部戏的看点在哪 为什么这部戏会那么吸引你 这部戏又是一部英雄主义的作品 因为我对英雄主义是情有独钟的 我笔下的正面人物 都是宣扬着一种英雄担责任的这样一个 一种道义 那么尤其是反恐特战队 我是将近三十年 又一次拍军旅题材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在和平时期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二十四小时在准备 正式地面对作战的部队 应该是这个 武警的反恐特战队 对 他们要考虑的就是打胜仗 他们最不能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生死 所以我觉得他就一种力量在击中了 因此我答应搞这样一个题材以后 我们就到部队去了 应该说这些故事都来自于部队 鲜活的生活 非常鲜活 非常军心动魄 非常有节奏感 非常能够震撼人的灵魂 非常能够表现 他们在这种特殊的 这个职业中间的 那种爱 那种恨 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是不是特想看吧